有大日金粗月 烧香 是变之发解 一个光一个香 光变照发解 香 普逊发解 我们今天因为烦恼 把我们的能力 张开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光 有没有找到我们这里 肯定找到 我们的眼见不到 极乐世界且保持的宝香 宝树所放的香 也是普逊发解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闻到 不是没有闻到 是我们的烦恼 业障 障碍了我们的自信 相关 确实在眼前 不见不闻 偶尔 有特别的缘分 闻到 意象 很多学佛的同学 都有这个经验 初学跟老修 都会常常有 初学 是佛菩萨天神 来鼓励你 让你闻到 让你闻到 那老修是感应 那我自己就有很多次 这种经验 初学佛的时候 我是住在营房 军事机关 那个时候 营设施在乡下 很偏僻 后面是山 距离我们最近的村庄 大概两公里 也就是 两公里之内的 没有人家 闻的是初学佛 晚上读尽 闻到谭香味 我们自己没有想象 附近 两公里外 才有 这个 居住的人家 他们烧的一箱 飘两公里 不可能 这香味从哪来的 而且很多次 我认识参云法师 参云法师就问 有没有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尽量 不是有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告诉我 这是一般来讲 天人 天人从口中骨 你在这里坐进 他停一下 在这里面听 霍掌 赞叹 是天人圣人的 还有一次 我在美国 也是晚上 秋天 月光 非常之好 我在陈大川家里 有六七个 学佛的父友 在院子里面 喝茶聊天 忽然 一阵一响 每个人都闻到 大概有三四分钟 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附近 没人烧香 而且都不是像我们烧铲香的味道 不是 很香 很好闻 没闻过 当时这些人问我 这像怎么回事 我就想去 参与人发色告诉我 我说我们在这里讨论佛法 不是谈病 而在讨论尖叫 可能有天人 从这里过 也是欢喜 获掌 恭敬 以这个宝香 来供养我们大众 让我们对于佛法 产生信心 确实 有不思议的境界出现 还有人见到佛像 见到菩萨 这都是真实的 都不是假的 你不能说它没有啊 于是轻身经历 就不会坏去了 不是听说的 所以 大日经苏里的书 烧香是辩知法界义 这真的 我们最初不相信 学了几十年了 明白了 真的是 变发界 光变发界 香也是变发界 因为 这个光跟香 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 不是其他的 自性里面生的 没有不变发界的 有没有不变发界的 我会有没有不变发界的 我会有没有不变发界 我会有没有不变发界